主持人 接著我們來講它的內裝的部分 它內裝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的內裝 我們先來看就是中控台這個T型的造型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材質 Jaguar在為了要能夠跟它的主要競爭對手 因為我們知道它主要競爭對手的實力都非常非常的堅強 那Jaguar為了要能夠追上這些競爭對手 所以它在內裝的材質用料 還有就是配備規格上 它確實是非常的用心 先講材質的部分和設計感 它整個設計感 它融合了譬如說像真皮 核桃木紋 金屬飾板 而且它金屬飾板的面積是大於核桃木飾板 所以讓它整個中控台也好 門飾板的造型也好 它整個給你的感覺就是多層次的 上方的話就是一些比較深色的皮質處理 然後搭配了一些霧銀的一個飾板 金屬飾板 然後當然不免俗的還是要有一些核桃木紋飾板 以及米色內裝 這樣子呢其實很符合英國車系 它就是比較尊貴 比較有貴族化 比較有貴族感 然後比較有氣派的一個內裝的鋪陳 那這或許對於很多國內消費者來說呢 第一個米內裝你可能覺得會髒 第二個就是 你可能不太能夠接受像這樣的內裝設計 不過家瑋給你一個建議就是 你去展示間呢 你大概就是坐在車裡面 大概兩三分鐘 你用你的手去觸摸它一些木紋飾板也好 核桃或是真皮材質 甚至包括一些金屬飾板 還有就是你去轉轉看它的方向盤啊 一些按鍵的按鈕啦 的設計感 你就會發現就是 它 你在雙B上啊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家瑋試了這麼多車子啊 甚至不難免你在雙B上 你對會看得出來 它有一些按鍵啊 或是一些開關啊 它的設計還是有點粗糙 就是在材質用料上 還是會有點粗糙 可是在Jaga上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小小的按鈕 小小的配件 它的觸摸起來的感覺 或是操作起來的感覺 是很粗的 或是很沒有質感的 它的任何一個開關 任何一個按鈕 都讓你會覺得 就是在觸摸一個金屏的感覺 那我們來講 中共台上方這邊有一個螢幕 這個螢幕最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中文化 以及它沒有辦法 就是原廠沒有辦法標配衛星導航 畢竟因為XF在台灣的市占率 並沒有很高 所以原廠並沒有做這樣的開發 不過呢 它還是有一個就是 六片式的CD 加上AUX 印的一個功能 然後這邊還是有一個 觸控的功能 螢幕它是可以做觸控的 那下方的話就是一些 空調系統的選項 還有一些音響系統的選項 比較精華 也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 後方這邊這個 很類似 BMW iDrive這個選鈕 它是一個換檔的選擇鈕 前面的話是引擎的啟動鈕 然後接著就是它換檔的選鈕 它搭配的變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不過呢 因為它這邊是改為選鈕的裝置 所以它沒有辦法有 在這邊沒有辦法有手自排的功能 你手自排功能要透過方向盤後方的換檔撥片 才能夠達到你要的功能 然後後方的話 DSC大家應該也知道就是差速器 就是方化 循跡系統 左方的話就是 變速箱的模式 還有雪地模式 跟一般模式 後方這兩個 左邊這個方格級的是 Dynamic System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是比較特別的一點 就是它在一般的 汽油版本上面 是沒有這樣的功能的 可是Jaguar為了要讓這一具 50公斤米扭力的一個 性能機器 能夠讓駕駛者有更好的樂趣 更好的超加樂趣 所以它把這個 在一般比較高規格的版本的 電子配備 加裝在3.0柴油車型上 那這個按鈕呢 它可以讓你的節氣門開啟也好 變速箱的反應 斷油 引擎斷油的區域的保護裝置也好 還有換檔的時機 各方面的表現 可以讓它變得更運動化 最後我們來講它引擎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大家可以聽它的引擎噪音 它的引擎噪音 以柴油車款來說 它算是非常非常的輕微的 因為我現在是打開引擎蓋 其實你把引擎蓋起來 你可以發現它的引擎噪音的表現 不會輸給雙B 已經到非常輕微的一個地步 那它的規格呢 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它是V6的引擎 裁氣量是2993cc 最大的馬力是240匹 扭力是51公斤米 大概是500牛頓米 壓縮比是16.1比1 0到100加速7.1秒 急速可以達到240公里 那我剛剛有問了一下總代理 這具引擎呢 是DRAGO HANDON OVER 全新研發的一具引擎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在於 它是雙渦輪的設定 那我們知道BMW也有這樣的技術 很多車廠都有這樣的技術 那以JAGUA的技術來說 它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它渦輪啟動 它也是一樣一顆大一顆小 它是一個串連的方式 那正常來說的話 低轉速應該是小顆的渦輪在做啟動 然後到高轉速的時候 大顆的渦輪才會啟動 然後讓你達到一個比較好的馬力的表現 不過呢 在 JAGUA上面這顆 這顆柴油引擎 它是缸內直噴的技術 它也有 那它主要的特色就是 它在低轉速的時候 是大顆的渦輪在做啟動 那很多人 包括家瑋 第一個會問說 它TOPLEG不就很嚴重 不過你不要忘了 它是有50公斤米的扭力 還有就是它是柴油引擎 所以TOPLEG這個問題 在這顆引擎上面是找不到的 第二個就是它搭配的是六速變速箱 那這個六速變速箱呢 在跟這一具全新的引擎來做一個匹配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它的整個運轉的順暢性 它雖然沒有辦法達到很暴力的 51公斤米瞬間涌出這種感覺 可是呢它的線性卻非常的漂亮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你是女性駕駛或是你在市區駛駛 你只要輕踩油門呢 你就可以達到你一定要的扭力 可是相對的如果說今天你要比較高扭力的一個輸出的時候呢 它的表現也是漸進式的 漸進式的好處是你比較容易掌控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每個人都在飆車嘛 也不是每個人都在賽車場比賽 所以你要的應該是線性比較完美的一個扭力和馬力的輸出 而不是一個有斷層的 一個間接爆發式的馬力輸出 因為那你很難操駕 那這具引擎呢它的優勢就在於就是 四驅駕駛低速OK 高速行駛它也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其他品牌的一個競爭對手 所以它這具引擎的成熟度很高 OK那家瑋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體驗 對於國內的觀眾來說 柴油引擎的Jaguar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 不過很高興就是在未來 在國內汽車市場也可以買到一個 而且是一個全新的3.0升的柴油引擎 那我在這邊介紹給大家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價錢 大家比較關心的價錢 如果是XF汽油版本 它是299和329 那如果是柴油版本的話 它的售價 因為它配備比較好 包括我剛剛講的 Dynamic System這個配備 還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電子配備 甚至包括它這個全新的柴油引擎 所以它的售價是預估 目前還在預估 因為大概10月初才會公佈政治的價錢 預估的價格是在340到350萬 那未來大家也可以在展日間 甚至包括有些展日間 它還是有安排四神車 其實如果說今天你去試的汽油和柴油 我相信10個有9個半會買柴油 因為它的動力確實是非常的迷人 有很明顯 超級大火 communities 以及重複集的產品 BGM BGM 感谢观看